明晨的四季青 早已整个杭州一步苏醒过来 开业已近20年的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 42万平方米的经营面积上 已拥有一万余个摊位 和近5万名市场从业人员 日均客流量达到7万至10万人次 这里是财富的聚集地 也是城市忙碌的缩影 江江四点 天色未亮 许多姑娘因为赶早 就在马路边完成洗漱 辛苦和疲惫写在他们的脸上 而坚持和希望 则藏在他们匆匆步伐里 我是王雅倩 今年25岁93年出生的 来自安徽宿州 现在是一名四季青的穿摆模特 同时也是一位刚刚生下宝宝的妈妈 我来杭州这边已经差不多是五年的时间 然后做穿摆模特的话 就刚刚一年吧 四季青算是杭州包括全国都是比较大的服装批房市场 也是一个时尚的聚集地 一般我们凌晨四点就会到四季青 等开门了帮着老板整理整理刚到的货 挑一挑今天要穿的衣服 差不多到七八点钟吧 客人就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 四季青变得热闹起来 我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要做一个穿摆模特的话 基本要求就是要人长得漂亮 身材也要好 气质也好 还要穿什么都好看 一般的话都要满足这几个要求的 做穿摆模特的话 一般都需要不停地穿搭和换装 像我们家因为是做精品女装 所以节奏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些 然后我就不需要像其他那种特别快节奏的店里一样 一分钟可能要换个一两套的样子 一般像早上会比较忙一点 可能会有持续个两三个小时在不停地换装 到下午的话就会可以比较空一些 在穿摆模特出现以前 衣服一般都是陈列在店里 然后批发商的话只能看到衣服的平面效果 而在有了穿摆模特之后 他们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衣服立体的版型和穿在身上的效果 A5服装现在很多都采用那种立体的剪裁 然后他们下单购买的速度也就会变得更快 所以很多时候当穿在自己的身上被批发商买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满足 像这种穿什么卖什么的感觉 也让我自己觉得自己在引领时尚的潮流 一般来说现在再次一清 大一些的服装店可能会有三到四个模特 也有一些会有五六个模特的 稍微小一点的店铺也会有一个 我们平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 但是在工作之余还是会和店里的小姐妹玩玩游戏 搬搬手腕 就当缓解疲劳了 娱乐之余还能让我们更有默契 我有一个摆宝箱 里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耳环 项链和发绳 它们都是我用来搭配不同衣服进行拍照用的 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不停的换衣服 摆pose和拍照 所以基本上没有时间看手机 但是也会担心有非常重要的消息或者紧急电话 所以我一般也会把手机放在自己的摆宝箱里 这样就可以在工作的间隙看一眼 一般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是店里的销售给我们搭配的 他们去根据自己客户的需求搭配不同风格的衣服 如果说他们比较忙的情况下 我也会自己试着去做搭配 这样的话也能练习一下自己搭配的技巧 我们店里的衣服风格有很多 不同风格 不同材质和不同版型的衣服 我就会搭配不同的鞋子 耳环还有头饰 在杭州的生活还是挺平淡挺有规律的 凌晨五点上班傍晚四点下班 所以一天当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四一清度过 下班之后一般都会和自己的小姐妹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互相吐槽一下分享一下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们都喜欢喝奶茶 但是为了保持身材还是会有所克制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互相提醒 不要喝不要喝 就是要喝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一般在下班之后和小姐妹的聚会结束之后 会选择去瑜伽房锻炼一下 因为像我们做穿板模特对身材要求很高 也会希望让自己保持个更好的状态 去健身房的话 我一般会选择上一节瑜伽课 后面选择性的学一些舞蹈 于瑜伽的话可以舒展一下我们的肌肉群 会改善静脉取装的所有状况 空闲的时间也会有私人教练 对我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陪着训练 通过更多的课程来锻炼自己 虽然说会很累 但是未来的我肯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其实做穿板模特这一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职业病 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需要穿着高跟鞋站在台子上 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能稍微做个几分钟 所以只要做了一两年的穿板模特 很多都会出现静脉曲张的情况 像我的话是有600度的近视 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每天都会戴着隐形眼镜 戴久了的话眼睛就会非常的干涩 因为我们店是在大门口 门开着的话空调就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说像一般我们夏天会穿着裙子站在台子上 如果那天就是一雨天气的时候 冷空气很强 我们就会非常冷 回到家里面捂着被子身体暖过来的时候 就浑身的酸痛感会一下子涌上来 很多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 尤其是在自己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常常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往哪里走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也有了更多更加成熟的想法和打算 就目前而言我还是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但是穿摆模特毕竟是一碗青春饭 我也不可能一直做下去 所以从长人眼来看 我还是希望等到宝宝稍微大一点会想妈妈的时候 就可以陪伴他照顾他 我也希望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自己心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就开一下属于自己的店 有了宝宝之后 我基本上把自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不能经常回家 基本上几个月才回去一次 所以心里就很希望每个月能空出两天休息的时间 来可以回家 回到家之后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就会和宝宝视频通话 但是如果说回家已经很晚了 就只能看一下妈妈给我拍的宝宝的小视频 因为小宝宝睡觉的话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然后我视频的话就会到他睡觉时间 对我来说 能隔着屏幕看着宝宝一天天长大 就是每天最最幸福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